老公好 像吧 哈哈太像了 董事長 當年子晴小姐就是和他抱錯了 他才是您的親生女兒 這孩子 太像我夫人了 背車 馬上去A城把他騎回家 是 寶寶 今天呢 是爸爸媽媽的結婚紀念日 等你明年出生了 我們就能一起過了 媽 姐 別叫我媽 我兒子 我兒子 娶了你這個頭包子 放棄了首富家的千金 沒想到 你竟然還勾引我的小兒子 不是的媽 你聽我解釋 這些照片都是假的 賤你還敢撒謊 你還誤著他 你看他幹的好事 他趁你出差的時候 和你的弟弟勾納到了一塊 人家把照相都送來了 你就知道我們缺男人嗎 懷著運都出去死 你相信我 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情 別問我 我這才出去姐姐 你就去跟我弟弟勾搭在一起 還真是下季 離婚 你今天就離婚 媽 媽 媽 當初要不是他死纏爛膽 你早都娶到子晴了 子晴現在回來 子晴可是鎖負千金 趕緊和這個賤人離婚 來 子晴取劍門 肥哈 夠了 給我跪在這好好反省 也有我的允許不爭氣 肥哈 你聽我 趕緊和我兒子離婚 別耽誤了我兒子舉手 子晴金 我是耽誤了我打死你 媽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有點痛 不能 能不能先送我去醫院 別裝了 都是女人 誰還沒懷過孕呀 就你矯情 這不是丸姐姐嗎 怎麼哭了 你來幹什麼 出去 在我面前擺女主人的架子 你也配 我和北韓哥哥從小一起長大 要不是我出國留學 你以為能坐成傅太太的位置 還有肚子的孽主 看著就可以了 宋子晴 你要幹什麼 宋子晴你瘋了 看我 啊 我是首富前進 只有我配得上肚子 至於你 還有你肚子的孽主 去死吧 啊 你在幹什麼 王姐姐 我是不會和你搶北韓哥哥的 北韓哥哥 救命啊 姐 沒事 啊 還叫你在家反省 居然還敢傷人 你現在怎麼變這麼惡 是他推我 收起你這副面子 看了真覺得噁心 神哥哥 不怕王姐姐 是我自己不所思議者 你在 肚子好痛 快送我去 老闆 娘 救孩子 救孩子 啊 反護受傷嚴重 是保大還是保小 當然是先保我孫子 那個賤人死了倒也省心 保大人 北韓你瘋了嗎 是他丈夫 聽我 好的 幕外 背叛我會讓你付出代價 不是這種方式 你被那個賤人衝骨的頭 當初就是衝著咱們傅家的家產 才嫁給了你 千生的背金女 不會在乎你和孩子的 子晴 你說剛剛發生了什麼 王姐姐罵我搶北韓哥哥 說要趕我走 還打我 打著打著 他就突然撞下插機 我想攔他要推我 我也不知道玩姐姐 為什麼要傷害自己的孩子 我玩 一個真是好樣的 北韓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願你親手殺死 我的孩子 沒了 我 我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王姐姐 我千萬別生氣 我是不會跟你像北韓哥哥的 你哥哥流產千萬別生氣 我真的 不是你 北韓他害死了我們的孩子 你為什麼還要替他說話 殺人兇手 我要給我的孩子報仇 你還想鬧到什麼時候 自己什麼都告訴我 你為了陷害他 不惜殺死自己的親生骨肉 果然真是為了錢不擇手段 這為何 他現在還相信他的鬼話 我明白 你們給我偷上泡髒水 就是為了給你的小情人疼地方 別胡說我胡說 我被害 我們夫妻一場你再把信我 我們的孩子就不會殺死了是你 自己一起害死了我的孩子 夠了不夠 我這對狗男女我的孩子救命 還能害成命的人是你 如果你真的愛這個孩子 也不會懷著運去勾引我的弟弟 看 做歸都不會放過你 我看你才是真的瘋了 你孩子呼吧 你就待在這裡 哪兒也不許去 弄死這個孽子 我又對患然 我的哥哥會徹底 和你不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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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子晴送來的 你看看莫丸的賤人 幹了些什麼事 北韓哥哥 我也是好心想趁孩子火花前奏的進步 你千萬別生氣 丸姐姐 一定是苦痛的 我 我可沒有冤枉 原來你們早就勾連在了一起 就連孩子都不是我的 兒子 兒子 你去哪兒 說真的 寶寶對不起 是媽媽沒有保護好你 孩子是誰的 現在說這些重要嗎 我再問一遍孩子到底是誰的 北韓哥哥 丸子 一定有苦衷的 不可能這樣 你養你弟弟的孩子 注意他才故意害死自己 你對我的孩子做了什麼 孩子 我的孩子 孩子 我再問你一遍孩子 到底是誰的 孩子就是我跟你弟弟生的 你滿意了吧 你終於承認了 孩子 富北韓 富北韓 就這野種 他也配入土為安 你要感動我的孩子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我還給你 孩子 我的孩子 不要 不要 富北韓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富北韓是我的嗎 你和你的野種倒露我的路 只能除掉你們了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富北韓 富子強 害死我的孩子 我要讓你們血戰血場 好 對不起蘇小姐是我來晚了 你們找錯人了 你不姓氏 您是蘇嘉儀式的女兒 您才是首富家的真情義 你 媽媽終於找到你了 你是 我是媽媽呀 您說笑了 我媽媽已經去世了 我真的是你的媽媽 我知道你很難相信 這是我們的親子限定 你們真的是我父母 當年 你和子晴被人調包 我們錯把子晴當成你 撫養長大 直到前段世紀 我們才知道真相 你的意思是 蘇子晴知道這件事 我們找親生女兒的事情 沒有滿過任何人 只是還沒有告訴子晴 我們的女兒 就是你 蘇子晴 你明知道自己是假的 守護千金 還故意用守護千金的身份 破壞我的婚姻 害死我的孩子 從現在開始 不要以 不不納利和父輩 還下地獄 孩子 我家欺負我沒有娘家人撐藥 就這樣對待你和孩子 婉婉你放心 媽媽一定替你靠回風道 你在醫院的東西 媽媽也讓人拿回來了 蘇子晴想嫁給傅伯 我身份的事 還是暫時先別告訴他 都怪我們沒有早點把你找回來 我剛剛已經把這座山莊 過戶島的雨下 以後 我會好好的彌補你的 這張卡也有限額 只要你喜歡 儘管去買 謝謝 我身份的事 暫時還不想公開 那家那邊 我自己看你但可以 好孩子 明天子晴開發布會 傅北韓也回去 你想怎麼做就去做 我看 誰敢欺負蘇震天的女兒 傅北韓蘇子晴 你欠我 我要加倍逃回來 夫人在夢月九十 醫院那邊也只留下一份離婚信義 繼續找 不管 別以為離了婚 我就會放過你 北韓哥哥 北韓哥哥 他跟將你怎麼利用反應呢 我們該去上台節目了 感謝各位來參加我和北韓哥哥的新公司 蝶宇的發布會 希望蝶宇未來的發展 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蘇小姐謙虛了 你與有副總合夥支持 相信很快就會成為 國內數一數二的珠寶品牌 是北韓哥哥非要入股 蝶宇剛剛成立 我真擔心給他丟臉呢 子晴 你是首富千金 誰敢質疑你做生意的能力啊 況且還有副總在 我仿佛已經看到 珠寶劍一顆 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就算我不是首富千金 只要有副北韓在 這些人 還不是要來巴金我 各位過癒了 我一定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的 這這怎麼是遺照 這一照好像是蘇小姐吧 蘇小姐她開會會 怎麼把自己的遺照放出來 這是什麼 你還敢來這裡 今天是我兒子的頭七 當然了 幫他向凶手所命 你要幹什麼 沒想到我隨便選的照片 作為遺照竟然這麼好吃 那就送給你 記得好好保住 葬老师 你再也 照片是你弄的 拜你們所思 讓遺照 只好想用蘇小姐 放心 你也有 現在應該 已經快要送到故事了 記得好好抱歉 你找死 今天到底誰死還不一定 北韓哥哥 丸姐姐的孩子 肯定對他很重要 所以流產了才會這麼生氣 北韓哥哥 你怎麼這麼別生氣了 那我 就這麼在乎那個葉川 不對 在這裡 兒子半頭七 殺人凶手 給我兒子下跪賠罪 誰是殺人凶手 蘇小姐怎麼回事 完姐姐小產後精神不穩定 就是胡亂亂 把這個瘋子趕出去 完姐姐不知道這裡是新森 我來這下 我還想讓我一下 可是找出地方 卻得給我丟出去 你可以試試 莫小姐 請稍等 我立刻把那些人清理出去 祭典未出世的小少爺 你說什麼 誰說要把我丟出去 我這不是你胡鬧的地方 行說的對 看你是瘋了 男人 給我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完姐姐 我會去精神病院看你的 北韓哥哥 讓他們送姐姐去看病了 這不是我的人 什麼 不是你 那是誰派來的 動手吧 我看誰敢 蘇小姐你這是要幹什麼 我的臉這麼代課的嗎 不用打了 你的人 一個也盡 這是做什麼 還不會住手 想知道 就想求我 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 這是首富千金 你敢動他 我只聽你一幕小姐 不是蘇家酒店嗎 你怎麼會聽從一個下賤相響人的 子晴 這怎麼回事 我我不知道啊 說不定是丸姐姐和經理 我怕你敢動一下子晴試試 差點把你給 渣男劍 應該一起擋 上 賤 別以為我看不出來 你爬上了經理的床 經理才肯幫你 果然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 一點廉恥之心都沒有 黃姐姐 即使你離婚了 也不能這麼隨便吧 不好 這麼記不擇時嗎 黃 竟然管過 幫你 子晴做了下件事還不讓人說嗎 偉寒 你這個賤人趕快給我住手 你這個賤人趕快給我住手 立刻給蘇總打電話 派人來收拾他 等一下 兒子 你還護著這個賤人 沐爾 向所有來賓解釋 是如何勾引經理並製造鬧劇的 再向子晴道歉求得原諒 蘇家賤人 這件事就不好收場了 王姐姐誠心道歉的話 我可以考慮了 我看 欠的是你們這的狗男女 欠 說第二次 是你就來 不見棺材不掉淚 子晴 他是電話 平航 平舟叫電話 怎麼打不通啊 是不是蘇總在忙 你打其他人電話試試 喂 我爸呢 怎麼不接電話 老實說了 宴會的是進行徒求見的 什麼 爸竟然讓我聽木碗那件人呢 怎麼會這樣 引爆 他就是蘇家在找的真親戚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木碗哥就是個鄉下土包子 怎麼會是真親戚 動手 你剛剛不是打過電話嗎 蘇家的人什麼時候來呀 木碗 把人給我放 想讓我放人 可以 只要你跪下給我兒子刻意擺個頭 太過分 撒我兒子鼓掛的時候怎麼不說過分 哥 快來救我 木碗 蘇家的人來了 如果再不道歉 蘇家是不會輕易饒過你的 怎麼 你怕了 再給你一次請 向子欣下跪道歉 考慮讓蘇家放 北韓 最後一次 向我兒子贖罪 可以不再追究 真是致命 哥 王萬 你可能有個 我們會跟他說 讓他好好照顧 只是 他所想說 怎麼 你是來替蘇子晴打包不平 今天不怪王姐姐 王姐姐小喘後精神不穩定 好像還和心裡有什麼特殊關係 蘇子晴我又沒說錯 王姐姐怎麼還生氣了 哥你看他 木碗道歉 哥 你說什麼 我說了給王碗道歉 蘇總說反了吧 應該是木碗跟子晴道歉 不 眼睛不用了就捐了吧 沈德納來的萬事 你說什麼 耳朵不好用也一起捐了 蘇子晴 你現在不僅和剛離婚的男人 糾纏不及了 怎麼了 你還學會造謠了 給王碗道歉 道歉 王姐姐對不起 我就是開個玩笑 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看在你態度還不錯的份上 你和某位貴賓的時候 我就不說了 你又在胡說什麼 他都給你戴綠帽子了 你還向著他 不玩 生氣了 我就是開個玩笑而已 怎麼 蘇子晴可以開 我不可以 王姐姐 我和北韓哥哥是珍惜相愛的 不管你怎麼刁難抹黑我 我是都不會放棄北韓哥哥的 蘇小姐喜歡吃剩飯我沒意見 不過你吃的時候 這輛鬼人的 什麼糟 什麼意思 莫總是畜生做久了 人話都聽不懂了 說帶著你的舔狗滾 你把手給我放下 這裡不關你的事滾 別跟這種人動手 走 來 哥哥 我不想你和我哥打架 我們姐姐 怎麼不讓他跪下了跟你道歉 就算道歉也不是真心 還是別交了我兒子的親情 不過 還是謝謝你 不是你親哥 是跟我客氣什麼 謝謝媽 王王 以後想吃什麼就告訴我 家裡廚師什麼都會做 子萱 就是周末有個拍賣會 你帶王王去 王王喜歡的就買 你可別攔著他 我怎麼會 我恨不得給王王多買一些呢 王王的禮服我已經準備好了 再配上蘇家的船式項鑛 這太貴重了 我不能燒 你是蘇家千金 沒有人比你更適合了 聽說傅北韓也會帶子萱去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狠狠打他們的臉 副北韓和休息前也要去 那我得去會吧 我想請您幫個忙 我需要一個 私家偵探 王姐姐可真厲害 竟然讓我哥把蘇家的傳家項鍊都給了他 這項鍊蘇夫人戴過 據說是傳家寶 呢 甚至 genial 笑 你 你的臉 口是 我六個都會 派你 宇智 有 你怕給我放乾淨了 卻與你無關 我回答我 莫少男人 我被他 資格質問我 你喜歡什麼就買別性貪情 公司這邊有事 我先去處理一下 好你先去忙吧 這麼快就被拋棄了 下一個人就想問你誰 反正不是你 我可沒有吃搜飯的習慣 莫婉 你 反正不是你 我可沒有吃搜飯的習慣 接下來拍賣的是鑽鑒 本鑽經過精心雕琢 配上飾品香芡 像是盛開的粉玫瑰 寓意著完美的出力 北韓哥哥 我不就是你的鑽鑽 你買下來 給我當婚戒好不好 北韓哥哥 我就知道你對我最好了 我的婚戒怎麼會在這 媽 我設計的婚戒做出來了 北韓說好看 您覺得呢 北韓公司效益不好 你竟然還拿上等粉鑽當婚戒 你怎麼那麼不懂事 媽 北韓 北韓他答應 戒指 我會給北韓 北韓要是問你 你就說 我不喜歡 別給我兒子惹麻煩 聽了沒有 你哭什麼 等求婚好了 自然會給你買 果然是鄉下來的 上不了台面的東西 我批 賺起拍價 一千五百萬 一千八百萬 兩千萬 兩千五百萬 三千萬 五千萬 六千萬 八千萬 你說的 你哪來的八千萬 你找一千萬 你別胡鬧 這婚戒是我設計的 副總當初招呼都不打就賣了 幫傅氏度過了危機 現在發達了 想再買回去送給新歡 這件事真是讓人小錯 九千萬這個戒指要定了 一億 我哥可真大方 隨便拿一億給完姐姐 真不知道完姐姐做了什麼 你別胡鬧還嫌不夠丟人嗎 我的婚姊 就算是丟件垃圾 也不會給你們這對狗男女遭見 我這是誠心和我做的叫不上架 好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麼本事和我做一億兩千萬 一億五千萬 你瘋了吧 你真以為數字會給你這麼多錢 沒錢那該不會是你的 不應該啊 你不是要求省息千金嗎 你這是惡意降價要不及就別跟 一億六千萬 兩億 還跟嗎 成交 少付千金 也不夠允許 恭喜穆小姐 他根本付不起這個錢 順便提醒你們一下 他脖子上的項鍊 是我蘇家的傳家寶 怎麼得來的還有待考證 如果你們感受髒物作品啊 蘇家一定追究到的 蘇小姐請放心 今天你們只收起了 不坐不下 穆小姐要是沒錢 誰說我沒錢 蘇家的黑卡怎麼在你這 這 這是全球金融一張的黑卡 據說他的刷卡定額沒有上限 告訴我 夠 結費夠 這黑卡是我爸的 他連我都不給 怎麼會在你這 告訴我 這卡哪來的 你們狠 馬上給我放下 你沒事 蘇上是我的 真是你的鮮藏 不被狠 你趕快給我放乾淨 哥哥 剛剛婉姐姐用黑卡 他們兩個一開鑽戒 他也無視故意的 哥哥 千萬別生氣 真實的花錢 哥哥知道黑卡在他這裏 他知道 又是利己 爸給的 怎麼會 怎麼走 你為什麼高價買下我們的結婚戒 讓開 你接近蘇子選 不就是為了刺激我嗎 只別出來發瘋亂用 高價用蘇家的黑卡 買下我們的結婚見識 不是為了刺激 不是為了什麼 我花錢買我自己設計 在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耍精心機 不就是為了逼我來見你 真是有病 我已經來找你 你不要惹尊敬你 快點把蘇子選的東西還給他 自戀也是病 早帶出精神病面化 這早 我告訴你 玉琴顧總這張對話 幾個東西還給蘇子選 你什麼都不記得 你有什麼臉書在這跟我記住 怎麼 我翻蘇子選的錢 刺激的 你別以為蘇子選給你賺錢下面 你們真的能嫁進去 我告訴你 想不回事 那你知道嗎 關你屁事 什麼 這本經紀鑑定是真的 銀銷場後 孩子迅速被送進了火葬廠 我從醫院找到了胎盤做DNA檢測 撕 结果显示这个孩子就是傅北汉 苏子清着急活跨儿子 就是不想我拿到电影链了 这样他就可以随意造假亲自做 鉴定结果要发给傅北汉吗 不用 他们舍属于 发给他他也不行 这些证据还不足一般的 你继续去查 我要让他们 翻身之地 婉文是珠宝设计师 毕业后我在富士做了两年珠宝设计 结婚后就一直在家 做家庭主妇 也没处发挥我的才能 现在我想重拾珠宝设计 见蝶宇做设计师 可以吗 蝶宇从苏室分离出去 现在有子清和傅北汉合资管理 你没关系吗 我进蝶宇是想好好工作 更何况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多呢 好 你做什么爸爸妈妈都支持 苏子清 你在乎我都要一一毁灭 国际集团麦芙尼 正在找珠宝公司合作 这单蝶宇必须拿下 韩雪儿 你来带领A哥 现在蝶宇刚从苏室分离出来 人手严重不足 没有人能带B组 还是我来的 总部会派一位顶级设计师 由他来提款 苏总总部派的设计师到了 大家找说欢迎 你是你 苏总不是说欢迎我 怎么是这个标题 苏总 这位就是总部派的顶级设计师 说什么 爸爸 沐丸怎么会来叠语 他算什么顶级设计师 我们设计的钻戒 卖了两亿 这可是拍卖价最高的现代珠宝 我还想问你为什么给沐丸费卡 就算他是哥哥的女朋友 你也不用大碰到这种称呼吧 你们在找的那个和我告诉的真心机 是不是沐丸 别瞎猜了 你现在开的公司要有如人之量 沐丸 你到底想做什么 想知道怎么不来问我 莫丸你别嚣张 在点远没有人能跟我叫 我既然能来到这里 就能把你赶出去 苏子晴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你就会尝到一无所有的滋味 我在那边住挺方便的 离公司店也方便 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 你怎么在这 给我出去 怎么会到蝶鱼工作 你管不着 是不是你又爬上了苏子晴的床 这他把你拍到蝶鱼工作的 是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傅北汉你放开我 你就是缺男人 我满足你 谁的 都不都被你抓烂了 那是你活该 怎么 昨晚还说什么都听我的 今天就烦 还想给我再收拾一次 傅北汉你还要不要脸 抓伤我总得负责吧 要不要在哪 亲自监听 这是谁的 他没关系 告诉我这是谁的精灵结果 是我和那个野种的 不是野种他是你儿子 是苏子晴造假亲自见的 他肯定我没办法证明 因为我的孩子已经被你们火化了 现在甚至连骨灰都没了 可是他没想到 医院你能看 自己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就知道你们越心 你先禁止 滚出去 这件事情 我会查清楚 我孩子的精灵结果你造假了 北汉哥哥 你在说什么呢 精灵结果显示那是我的孩子 北汉哥哥 我没有造假 你是不是听别人胡说了些什么 别让我真的发现 做了什么事伤害了他们的子 我啊 你给我等着 卖富尼的项目 卖富尼的项目 你们可以自行选择加入拿走 谁拿下卖富尼 谁就是设计总监 牧组长 一个人没问题吧 人家是总部来的顶尖设计师 怎么就不行嘛 话别说他这么满 万一他没有这种正才实料 他就太丢人了 这都做不到 他有什么年面留在公司里 你就只会用这张手 好用就行 你要是怕了就赶紧滚 这句话 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哎呀我真是不小心了 牧组长再画一张应该没问题 天呐我没看见牧组长呢 牧组长这么厉害 手术伤演的话吧 雪儿姐 你是不知道牧组多狼狈 我们雪儿姐的狼狈 可是孙少 牧 可算个屁 孙少的女傅可是首富 有孙少在 牧组肯定赢不过雪儿子 好了 你们呀把工作重心放在设计上 重心牧组那个贱人肯定争不过你 听说牧组长 最近工作进展不顺呢 其实你可以开口叫我求助 开口求你 开口求你 啊啊啊啊 我的脸我的脸 不好意思我手滑啊 我还能让你生不如死 我才能让你生不如死 麦芙妮的項目你一個人拿不下來 如果你求我我可以幫你 好啊 我求你 如果你早點放低姿態 我也不會 求你早點帶蘇子晴下滴 去給我兒子賠罪 事情還沒有查清楚 你能不能不要胡鬧 果然指望人渣反省是不可 求你早點帶蘇子晴下滴 還得我親自送你們下地獄 你等著這件事情我一定會查清楚 果然是因為那天 雪兒 莫婉實在是太過分了 這口氣你能咽下 你就說約他見麥芙妮的姐經理 然後再給他準備點好東西 他不過就是一個鄉下來的 能有什麼背景 別忘了你的男朋友可是孫少 你怎麼會被淪為玩物吧 木娃 這本是被淪為玩物吧 到時候看北韓哥哥 他會不會贏 不是說先麥芙妮的姐經理 麥芙妮的人是你想一遍 就這個女的 他往我頭上潑咖啡 在我的手 媽媽 就這麼大 沒有我這 得罪了我們孫少 我們哪走啊 孫少 很了不起嗎 首富蘇家知道吧 首富是我們孫上的姨父 你敢得罪孫少嗎 那又怎麼樣 你找死啊 我還可以考慮考慮犯了 你讓他手的做 我可以勉強不追究 我操給你臉了是吧跪下 等會 你跪下填我的腳吧 都很高興的呢 先許能讓他們少傷那幾分子 你再敢動我一下試試 你再敢動我一下試試 那我就給你玩了 我的手 讓開 別生氣嘛沐婉 來 抓去他 放開我 放開我 你給我放了什麼 當然是能讓你最生夢死的東西了 等會說不定你還要求著我 給你多找幾個那些衣服 哪人呢 你這小兩個專門看你 給我學起什麼狗叫天母啊 等會兒高興啊 真的給你多著急個男人玩玩啊 放鬆我 你們兩個給我狠狠的折磨這個香花老 哦對了記得拍照留念哦 別把你再掃手扣 你 你把你給你 啊 啊 怎麼 我再不來 因為吃了連渣都吃了 你只是讓你操心 老闆 你沒事吧 你對他做了什麼 副總 我們只是跟木雄上玩家耶 是吧木雄 你過來 我跟你玩吧 醫生的救濟快玩手 莫婆 不用了 你可以 要 那你可以試試 莫北韓你別忘了 我一會兒帶你回家 莫北韓 你老是感人性 eletshan 半粒 凱等就趕走莫北韓 繼續找人整個我 你知道 不過 你的藥怎麼還沒上校 你不會 掉 你你 怎麼還沒上 你是在找這個 藥都不在你手裏 放心 我盡管就帶他去會所 我準備的藥 肯定能讓木馬尾竟然被沉死 哇好好好 所以你偷換的藥 你根本沒事 他不算太笨 你剛推药做的這個 你敢動他 是和我做的 你找死 你們剛才給我下藥的全過程 都已經錄下了 而且我現在已經報警了 簡封正在趕著路上 你們再敢動手 我恕罪併罰 你 你真敢動手 回去告訴你 好好算 根本沒人報警 現在還學會撒謊啊 我還不是為了救你 孫上沒那麼好對付 拿到錄音也別輕舉妄動 跟你說話呢 知道了真啰嗦 你這小沒良心的 真是多於救你 我又沒用你救 你再說一遍 我說不用你 木碗你輸狗的 你怎麼說一遍 別以為你救我 之前的事就能一筆夠下 再難對我動手都行 小心我對你不客氣 真是不是好歹 你也給我記住了 再跟別的男的鬼混 小心我也不客氣 你自己的手 我好好道歉 黃黃 哥 別說你自己 怎麼告訴我 是啊 請募手吧 走 哥 表哥 你妹不是孫子情報 都您黃黃不自私放送 黃黃才是我姐 誰要是敢欺負他 就是和我蘇家做的 是吧 他就是蘇家一找的更前天 完了 依叔 你讓我妹妹三八 還要做他的事 表哥 我真不知道他就是你親妹妹呀 怎麼 要是我沒有 我該被你們玩呢 這倒在哪 我 我 我我不是東西我給表妹道歉 都是韓雪兒那個賤人使壞 他明天還讓我去諜語教訓你 反正我把你趕出諜語室 對不對 我明天一定好好教訓那個教員 你就給我一個 見過不過的機會好不好 告訴韓雪 你們的混血 到時候去幾根 不用我教你 找我有事 聽說你惹了孫少 這樣吧 你跪下給雪兒道歉 我就勸孫少不跟你計較 這樣吧 你們倆各自扣自己180 我就讓孫少饒了你 讓孫少饒了我 雪兒 你聽到了嗎 嗨 你個香巴佬 你什麼身份跟我們說話啊 這笑死人了 你們自己做死 我也沒辦法 孫少 我還以為你不來 有些賬還沒說 怎麼能不來 孫少 王姐姐也不是肚子 找我 老子打的就是你這個賤 孫少 是我肚子閉嘴 給莫婉道歉 孫少 我給他道歉 你搞錯了吧 你給莫婉下藥 還找男人消息 你是不是不意味 孫少 他只是個小白老 你為什麼呀 我讓你道歉 孫少偷什麼 才 你孫少 不用我 孫少我已經理會 孫自己 我倒要看 你還有什麼本事 你就是勾搭上了他 才讓孫少放過你 許舊還許兒 跟你沒關係 蘇總真是好客戶 連這樣的浪國都不嫌棄 你怎麼不乾淨 都給我住手 我聞起來 我打死他 我就不信蘇 然後我去牢裡給你送飯 你就這麼護著他 對 別碰他 不然 我讓蘇子晴陪葬 好 你終於承認了 你和蘇子晴有一段 你真讓人感到惡心 比不上蘇子晴惡心 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留了心眼 現在就是他在欣賞我昨晚被折磨的視頻 我說什麼 這事跟他有什麼關係 韓雪兒都已經招了 這背後主使就是蘇子晴 我們走吧 反正他也不會心 我 justify 死丫哥哥你回來了 是你指使韓雪兒給沃一下油 回答我 回答我 恢復兒是你的 我早就請到過你 不要傷害沃安 被韓好好說話別嚇壞了自己 孫少都能逼韩雪兒給丸姐姐道歉 讓韓雪兒指認我又算什麼 副總 警方沒查到蘇小姐指示韓雪兒的證據 我不怪貝韓哥哥 就是不明白 丸姐姐為什麼要讓韓雪兒指認我 心思鑒定也是 因為造假的不是我 那個賤還就是故意搬弄是非 挑撥離間 丸姐姐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明明有我哥了 而且還跟孫少關係那麼好 哼 有些人呢 他就是故意反擊 穆婉 你到底勾引了多少個男人 好了好了 不聊那個賤人吧 你和子晴的婚事也該辦了吧 嬤嬤給我們訂了婚紗 我們一起去試試吧 我和穆婉的事沒有徹底結束之前 沒有在乎你打算 哎 聽說韓雪兒進了拘留所 有些人不是要收拾我嗎 怎麼沒下文呢 著急了 不管你做什麼 北韓哥哥都不會回到你身邊的 他是我的 那我還要謝謝你願意回收垃圾 麥特先生我馬上過去 這竟然神奇什麼 我還要謝謝你願意回收垃圾 麥特先生我馬上過去 我還要謝謝你願意回收垃圾 不過麥特這名字怎麼這麼耳熟 招募系列 這賤人的設計怎麼可能比我大要好 小雨 謝謝想想做設計總監 那就替我辦件事 那邊是 麥小姐 你設計的招募系列 我非常的喜歡 可是 你為什麼不直接跟五白夫妮 要通過諜語聯繫五白夫妮 麥特先生 我們諜語人才很多的 或許會有讓您更滿意的作品 好吧 不過我還是覺得 你的招募最有美 韓雪儿被逮捕 现在A组由我来带 大家打起精神 下周要跟麦芙妮面谈 沐组长我想加入你的组 别人都去巴结你租走 你真的要跟我 我听说雪儿姐的事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以后只听沐组长的 那好吧 能够帮我 怎么办张牧的设计稿都没了 麦芙妮的人马上就到了 来不及了去拿手绘稿 手绘稿也没了 我刚才都找过了 北韩哥哥 王姐姐为了拿下麦芙妮 可费的不什么心思 我很期待她的作品 不如你画的心思 苏总监经理到了 欢迎监经理 我们一定会给出让麦芙妮满意的作品 这位呢是典语的顶级设计师木丸 我们先来看他的设计吧 设计稿丢了没法展示 我这么荒唐的理由你也说了出口 我的设计稿怎么丢的 您妈妈苏总监 苏总监这就是你们典语的态度啊 啊 蒋经理不是这样的 我呢专门为麦芙妮设计了一套珠宝 名为装木 这个系列的设计灵感呢来自于诗剧 两情若是长久时 各期在招招目目 整个设计呢 将西方工艺和东方美学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苏总监 你还真是拖上瘾 苏总不愧是首富的前景 这种完美的作品正是我们卖自女想要的 简经理过誉了 我的设计呢会入目了 还是让丸姐姐顶尽一下 设计很好 配你算是糟了 我还给我住嘴 北韩哥哥丸姐姐可能心情不好 你别跟他计较了 我看幕安就是记录书中间 自己设计不出来只会一样怪奇 苏总 这种人想必就不要丢在公司的 木 我出去别在这里丢人心意 招募是我设计凭什么让我出去 你说什么 苏总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木偉你说招募是你设计的 你有什么证据 木主长对不起是我没用 我没办法从苏总那里偷到张募的设计图 让张募成为你的作品 你说 我让你都苏子晴设计好的张募 苏总对我很好 我实在良心难安 木主长别再逼我去偷设计图了 天呐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别怕已经没事了 你还笑得出来 贼海说贼 还倒打一耙 这难道不可笑吗 看你真是疯了 丸姐姐 我理解你想组织我和北韩哥哥在一起 可项目是公司的 你要是搞砸了 是想让其他人一起喝西北风吗 苏子晴 偷走的东西 永远都不会是你 承认自己嫉妒子晴就那么难吗 赶紧向子晴道歉 苏子晴偷了我的事情 该道歉的人是他 是不可救药 苏总你要留下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让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凡姐姐主动请辞吧 你也不想项目搞砸 让大伙一起喝西北风吧 如果我说不呢 这由不得你 总裁你怎么来了 传说麦弗里总裁身居简出 这次竟然来了叠语 苏总肯定是你的设计太完美了 总裁特地莫名而来 这次竟然是你的设计 猜猜你还能闷着 莫比据说了都坐吧 这是麦弗尼的老板 不是你能得罪了气的 如果你乖乖待着别做药 我可以求子晴红开一面 就比你窃取设计这一点 就算了去做了我知道 窃取设计 你坐哪了 知道怕的就乖乖坐着 记住你说的话 大夫别反悔 我个人非常喜欢照顾 总才能够喜欢是我的荣幸 罢放弃我这么优秀的人 去巴结乡下来的真千金 太可笑了 以后苏氏还不是得看我 对了 吴小姐 你当初给我讲解的时候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两情若是久常识 又起在这招募 对了我最喜欢这句话的 穆小姐的设计 真是太棒 总裁这话是什么意思 招募系列 是穆小姐的设计 你们都不知道吗 又说了什么话着 副总有时间问我 还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给苏子晴解写 果然是你动手脚 又做了什么 爬错 还是更见不到人的事 赴美涵 麦德先生 这件事情有误会 张牧师子行的作品 跟木碗无关 可是穆小姐一周前 就已经给我看过了张牧 跟大屏幕上的一模一样 是吗 这杰尔竟然提前给麦夫妮总裁 看了张牧的设计 可他怎么能练习上总裁 他不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吗 看来是有人想把穆小姐的设计 据为己盈 这件事情 绝不大 麦德先生您听我解释 不必说了 叠语如果还想继续跟麦夫妮合作 就必须先把总经理 苏总还是主动请 公司上下这么多人端着饭碗等 你也不想毁了这次合作吗 叠语如果不想放掉总经理的话 那么告辞了 请问一下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对 苏总在招募系列花了很多心思 肯定是沐婉偷了苏总的设计图 还偷偷发给总组您的 沐婉 这就是你用的手段 李涵哥哥 王姐姐想要设计师头衔 我给他就是了 苏子晴 你真以为你假惺惺的卖个惨 就能颠倒黑白了 事到如今了你还在久别 感谢麦特先生如愿丽莹莹 沐小姐 我正是因为受了你的邀请 才给爹语 但是除了你的设计 其他的 让我很失望 总裁 你来爹语真的为了沐婉 这这怎么可能 一个月前 沐小姐给我看了招募的设计 并说他要带着招募来谍语 不然一个小小的谍语 哪里知道我们的麦夫妮 麦夫妮的投资是沐婉带来的 这不可能 这到底怎么回事 北韩哥哥 不是这样的 是他说招募是他设计的 怕自己没灵气 麦夫妮不肯接受 所以才以我的名利做展示的 不是我 是你 是你 闭嘴 你还敢狡辩 说吧 是谁指使你的 坦白从宽 可能少判了 你放心大胆的说 我作为首富千金 绝对不允许 我的公孙 不脱设计这种情况发生 一旦发现 我会让这个人 再珠宝好 无法立足 是我自己想上位 没人指使 快送他去警局 这件事 绝不不死 如果他不是首富 你会执任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还愣着干什么呢 快送他去警局 这么心急干什么 是作贼心虚吗 顾小姐 以后我麦夫妮的合作 全部都有你 其他人 不放心 哎呀你哥哥 我我 有个小姐 我 你 我 我 然后 我 我 你 你 你从来都没信 只会说我无理取闹 是你撒谎成信我才怀疑 我这是疯了 跟个畜生讲什么道理 我查了 自己的那份亲自见地没有问题 说到底 你还是不信 乱 我看别碰我 你还是不信 恭喜我们晚晚成都拿下麦芙妮 走 要紧紧换取 要不时刻把我一家给麦芙妮走 茶 我也没那么多人拿 要不是你做的好啊 你会不会 我每个人都 行 苏总照片拍好了 你立刻扛了我 我还以为某人是靠着真本事 拿下麦芙妮的呢 靠着书少的人买拿下麦芙妮 说什么冲着招募来的 惹不惹心 蘇尚和麥芙妮關係這麼好 怎麼之前蘇士博和麥芙妮合作 是不想嗎 誰看我不順利 就拿下更多單子頂替我 如果做不到 不服也給我憋著 不得還你放開我 放開我放開我 說和蘇子群去酒店幹什麼了 放開我 你的總裁是蘇子群介紹給你 為了過大大你就和他去酒店開房 莫非你就這樣做給自己 蘇子怎麼做什麼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逼問我 你為了我上盤 露西殺死自己的孩子 讓我離婚好去巴結蘇子群 不然你就貪了你屈容的嘴臉 真讓人惡心 怎麼 對我說中了 我告訴你 就你這樣 蘇家是不可能讓你過門的 韋 蘇智晴害死我兒子 現在還要把髒水泼到我頭上 告訴你 你就算死了 蘇智晴付出慘痛的代價 北韓哥哥 你怎麼和王姐姐吵起來了 照片是你發的 什麼照片我不知道啊 別做這些沒用的 我和莫的事不用你管 莫晚那個竟然到底有什麼好的 你說什麼 哥 你怎麼來了 是你在網上抹黑萬萬的 你為什麼總要向著穆婉 到底誰才是你妹妹 更何況網上說的句句屬實 他穆婉自己做的事情 就要承擔後果 閉嘴 你以後少遮擾了婉婉 你已經夠對不起他 該死 我絕對不允許穆婉 爬在我的頭上 婉婉喜歡什麼 媽給你買 您和哥哥一直給我買東西 我都用不完 那賤人怎麼跟我媽在一塊 難不成已經拿下我媽了 子晴 莫晚的賤人 什麼時候巴結上孫夫人啊 晚姐姐現在和我哥在一起 什麼 他竟然勾搭上你哥了 你媽是不是不知道他有多賤呢 不行 我得告訴他去 親家 你上街 怎麼不叫我和子晴陪你去呢 叫個香巴佬 他懂什麼呀 我不認識你 別亂看了 媽 這是北韓哥哥媽媽 哎呦 親家 婚事 我要找您談呢 親家 走吧 走 你以為我哥不在意你的過去 馬九能接受 你坐白日嗎 什麼 你是怕我曾在新家嗎 還是 怕我說不去 新家人 你胡說什麼 你信不信我告訴我媽 你在傅家都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好啊 那你最好把你吃腳 害死我兒子的事 你並交代清楚 你有證據嗎 沒有就敢跟我哥 哎 賤人你敢推我 你沒事吧 你說誰是賤人 新家母 那我可就直說了 不玩 他是我兒子的前妻 他婚內出軌 懷了別人的孩子 非要說是我們北韓的 後來 還自己故意把自己弄流產 污陷子情 這婚沒禮幾天 就又勾引你的兒子 大家來評評理 看他是不是犯忌 我哥前幾天警告我 不要我往外說 丸姐姐的事 好像是想瞞著你 看他多陰險 他瞞著你兒子騙你 丸姐姐 我求你趕緊離開 你要是把我媽吃病了 我怎麼辦啊 想死就多閉嘴 你非要氣死他嗎 氣死我的人 是你 新家母 明明是他犯賤 你是被氣糊塗了吧 你還打自己的親生女兒 不是我的女兒 你說什麼 媽 你叫我媽 別說了 這話身子不直 請什麼不說 師傅家非要往你頭上破髒水 逼你離婚 甚至養了孩子的骨灰 這是人能幹出來的事 天啊 這是人能幹出來的事嗎 他怎麼能這樣 就是呀 你說子情不是女孩子 這怎麼回事呀 完了還沒離婚 你就跟父母還黏在一塊 到現在還是 你走 我沒有你就不是羞恥的女兒 媽 不是這樣的 子情 你媽不認你了 可能是丸姐姐說了什麼 讓我媽誤會了吧 我那賤人 真不是個東西 我立馬讓北韓娶你進門 親家那邊 我去說去 你本身就是首付千金 金之玉業 哪能說不認 就不認 如果傅家知道我不是首付千金 還會要你呢 母長先生你怎麼來了 哪個嘴賤傳我們玩話閒話 我已經通知了蘇氏法務部 這趟怎麼晚的搖 我們法庭見 累了就早點回家 有什麼事一定要跟我說 知道嗎 知道了 你知道嗎 你聽說我來 我幫你 你們幫你 戳完 媽 就 人家 冷 晚 快點 你 來 不只 蘇氏發生名斥責道姓設計事件 說您對莫婉的謠言公公處理的不專業 還說莫婉來下麥芬妮的投資潛力無窮 考慮讓莫婉來接管鐵宇 該死看著我幹什麼還不可以想辦法 翻起石頭砸死緊急 疼啊又是你搞的手腳 你四處散播謠言時就該死了 我手握麥芬妮投資 我手握麥芬妮一人卻容易刺激死 而蘇氏不會眼看著別人走 說的都是事實 你說的呢 別著急啊 你抱怨還沒開始 等下記得把設計緊接了屁書 蘇氏 路犯 我讓這三星妄斷 爸 好 這麼好的設計 有了這些設計 我看不完拿什麼跟我爭 花神是我最新推出的系列作品 將各種鮮花揉到珠寶設計中 蘇子晴這次推出的是花神系列 是的蘇姐 聽說蘇總光憑花神的設計圖 就吸引了不少客戶的約定 這設計圖怎麼跟花神那麼像的 花神是我設計 那蘇總 岂不是抄襲 先別上掌 爬上山頂 再跌入谷底 才最能讓人生不如死 蘇子群前天和李嘉千金訂婚了 讓開 讓開 我說過 蘇家你絕對進不去 蘇子群和你就是玩玩 我早跟你說過 現在知道後悔 還跑去買醉 買屁醉 我和蘇子群就不是你想的那樣 那是什麼樣 莫婉你敢吐我身上你就 莫婉 莫婉 我愛吐我果子去 昨晚吐我一身 還想趕我走 我這沒有男人衣服 你就錯話著穿的 蘇子群沒來過這 一起看 你和蘇子群到底什麼關係 沒有你管 蘇子群跟你做過這種事嗎 說話 沒有 總監 上面臨時通知 十點有個會議 諦遇所有人都要參加 馬上到 聽說丸姐姐昨天喝多了 怎麼 是被我的花神系列經驗到無地自容 只能買醉 的確是驚為天 不是要讓我一無所有嗎 怎麼一個花神系列就把你逼成這樣了嗎 有些人還真是記事不記得 還敢偷舍 說什麼 若想人不知除非寂寞 蘇子群 你幹的那些好事 遲早會讓他大白於天下 哎 你怎麼來了 我是你爸 我養了你26年 現在我沒錢了 要點錢花花不行嗎 這麼多月的錢我已經給你了 就那點錢 還不夠塞壓縫的 你又去賭了 當年你把我媽的醫藥費去賭博 害得他沒錢治病活活疼死了 細菲你還死了 你對得起他嗎 你再不給錢我打死你 沒事吧 哎呦 你你泡手弄斷了 你是個大媽 你直接把醫藥費給我 我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們已經離婚了 他不會給你簽的 死丫頭 誰讓你放進金鬼戲的 你敢離婚 他不會給你簽的 細菲 你能讓我媽起死回生 我們走吧 你是穆婉的父親 是啊 穆婉在諜語工作 我是諜語的總經理 你有什麼事可以跟我說 那就是領導 領導你肯定好好幫我管管 那個不孝女啊 穆婉既然氣養生腹 這次看得見還怎麼粉絲 剛才謝謝了 我父親又為了給我找你邀請 他死心不敢 要我去幫你看看 不用 我們已經離婚了 我的事要給你們 娃娃 我可算等到你了 我說不給你簽了嗎 你怎麼又來了 娃娃 我知道 你現在有出息了 我想讓我這個 可以吃到爸 給我一口飯吃 不能 趕緊走 娃娃 你不能走 連爹媽都不要一個人 怎麼還有臉出門 看什麼 說的就是你 你爸來找你 你連口飯都不給吃 活該往事的人罵你 婦女是身具口味 為什麼要欺負自己的父親 這是我的家事 你父親差點餓死在街頭 這不僅僅是你的家事 你是這犯法 呸 這種不像女的 出門應該讓人家製造死 你 這不像女的 你不像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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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幕晚期養收復一事 爹也會立即展開調查 給大家一個交代 不經理就暫時別來上班了 麥芙妮的項目 我會幫你處理 你回家好好反省 慢走 那給錢 你也想被別人罵死吧 錢的話 信不信我把你媽粉碗 敢 看我敢不敢 別動我媽 要錢可以 你把戒指約束 我們當面 那什麼花樣啊 可在我手裡 宋小姐 你死牙都送口了 還是你有辦法 你不回來了 是你穿著我爸去挖我媽的墳 王姐姐說什麼呢 我只是在幫一個 被女兒很心拋棄的可憐 父親維持生計而已 孫子妻 其道 我去等 你女兒會給你很多錢 這可是你說的 別反悔 爸 我想在生日殿上公開身份 請您叫上蘇姐姐 還有蘇家 你去 我怎麼找我 你去 我叫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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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我去 別再亂說 團姐姐安頓好穆伯父了 蘇姬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白人能做多了吧 想在我家對我動手 笑死我了 蘇家 是你家 知道些什麼 你家 知道些什麼 你猜 蘇小姐 這就是你公司那位 氣氧氣生父親的木腕 你有錢買這麼貴的衣服 也不知道給你爸買點吃的 你爸快落分了 跟你有什麼關係 丸姐姐這麼對待自己的父親 肯定是有不得已的理由的 就像當初 他拿著我爸的黑卡 花了兩個億開下了鑽戒 肯定也是有苦衷的 原來是那種關係啊 怪不得穿得那麼好呢 蘇紫青 你到現在還學不會管住自己的嘴 蘇小姐可是首富千金 你算個什麼東西 敢對蘇小姐大呼喊小 首富千金 是嗎 我以為完姐姐停止以後已經在反省 但現在看來 你還是在西安里國的借養自己的父親 你怎麼能這麼的殘忍無聽 憑什麼這樣 你有什麼理由在這兒指手畫下 發生什麼事了 北韓哥哥 我想勸蘭姐姐不要對自己的父親這麼無情 可是他好像聽不進去 那個人渣 根本就固執了同情 沐文大學時期 給他母親掙錢支幣 錢全部給書沒了 沐文知道母親去世才知道這些 你見到他母親的最後 原來是這樣啊 那的確不值得同情 不管怎麼說 穆伯父竟然生養了蘭姐姐 蘭姐姐就有義務照顧穆伯父的手中正起 照你說的 只要父母給了生命 那子女就有義務照顧父母的後患生 是嗎 對 我要是丸姐姐呢 就會選擇原諒 丸姐姐怎麼就不能多包容一下自己的父親 記住你說的話 待會兒別煩 記住你說的話 待會兒別煩 美韓哥哥 還在想你父親的事 哪有人過生日 還拿了這零 你還記得我的生日 北韓快把禮物送給子晴 你不是給了嗎 你害羞什麼 我都看到你準備禮物了 你拿子晴的禮物幹什麼 好好的禮盒都讓你弄髒了 謝謝北韓哥哥 我 自己的禮物 都看不住了 今天也是你生日 好你個賤人 都離婚了還來勾引我兒子 子晴過生日 你還來搶風頭 你要不要臉 丸姐姐開心就好 我沒關係的 我當然開心 待會兒我會更開心 除非今天是我女兒 她二十六歲的生日 很遺憾 今天 是我第一次給她過生日 蘇董 您可真會開玩笑 你哪一年沒給蘇小姐辦生日夜 當年意外抱錯了孩子 那我的親生女兒在外整整的流落了二十六年 終於找回來了 子晴 蘇董什麼意思 你怎麼可能不是蘇家千金 原來今天是要給那個真千金 我倒要看的真千金是誰 這就是我的寶貝女兒 怎麼可能 你把戒是真千金 怪不得所資訊這麼大 所以穆小姐用黑卡買了價值兩億的鑽戒 是因為她是蘇家千金 原來是這種關係 害我們差點被誤導 你還快瞎我 我真是在做夢啊 想到這個賤人 他真是蘇家千金 你說誰是賤人 我 我 婉婉嫁的父親 你嫌棄她是鄉下的人 把她當保護使壞 子晴回國 你又去巴結子晴 想過了設法 你剛剛消產的婉婉精神出户 好 給你綜藝的兒型 賬位置吧 快快 蘇太太 其實 我還是很注意婉婉是我的 是不是 哼 瞧見婉婉 現在是蘇家千金 又來巴 後太太一心想去子晴見面 媽媽還是成全了 也就是婉婉心善 跟婉婉姐姐姐 還一直撮合子晴和婉婉 不然 蘇家絕不會放過副家 我 說一下撮合誰 副總當初一口咬定海 子不是 就是為了逼我 把給蘇姐情藤地了 你出來 我們聊聊 你休想再碰我們一根手指 你覺得我離婚 就是為了蘇子晴 難道不是 我祝你和蘇子晴 百年好合 蘇董 其實我兒子和子晴的婚事 也沒有那麼著急 我兒子心裡 還是有婉婉的 我這是什麼意思 子晴 我覺得我不是蘇家孫子 覺得我配不是 潘伯伯伯了 蘇家之前認準蘇小姐當兒戲 現在有霸解針前進 明明剛才還在幫穆小姐 蘇家未免也太 愛婦了吧 就算我不是蘇家親戚 你一定要抓緊蘇家 不然我做的一切 就都白費了 蘇家 這是在玩弄我們蘇家 子晴 伯伯沒有不同意 你和北韓的婚事 伯伯 我和北韓哥哥結婚以後 會好好消失你的 雙一婚時怎麼能沒有家長在場 我特意把你的父親請 穆先生請進吧 看到自己的親生父親 高興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教你 先給一個大大的英道 行 我的女兒 你別碰我 我和蘇子晴出生時抱錯了 你的親生女兒是她 她是別餘總監理 有很多錢 那你呢 你不管我了 我的親生父母脾氣不好 你如果再敢找我 我就告訴他 你這些年是怎麼虐待我 他一定會去送你做夢 你可以試試看 蘇子晴對你挺好的 你不如好好抓住蘇子晴 後半輩子就一時無憂了 一定不會不管我的 對不對 放開我 蘇小姐怎麼能對自己的親生父親 這麼懈 是你把他找 你到底要給什麼血 蘇小姐不是說 只要父母生養子 子女就一定要給自己的父母 養老送中 我這是在幫你盡孝 是啊 剛才我也聽到了 蘇小姐會誰賴賬 蘇小姐還不趕緊送你的父親 去醫院 母丸 你是孝順的 一定會好好撫養自己的 親生父親 哦對了 我跟你不熟 以後記得叫我去 我 我 爸 父親 你的肚子 你也不要我了嗎 告訴我 要學會有能人之量 可是你對晚安做了些什麼 太領事了 不要叫我爸 爸 他叫我 他叫我 別碰我 你 你是不知道 我們都被蘇小姐 領騙了 他不是蘇家千金 真千金 是木碗 不行 我得趕緊讓我兒子 跟木碗赴婚 伯母 花生系列很好 我給您拿幾套吧 伯母 我 丹宇以後會更加火爆的 我畢竟是蘇家養大的女兒 蘇家也是我的家 好吧 那直接送我屋裡去 該死的木碗 我絕對不會讓你撒成 喂 你在哪 我要立刻見你 你是附北韓的弟弟 我總得你見面不合適 末晚那劍踩著我變成了蘇家的真天劍 把他的累赘笛扔給我 害得我的臉都丟尽了 就連傅家的老太婆都開始嫌棄我了 你放心 有我在 傅氏集團走我的時候 可是傅北韓已經不相信我了 讓他扒著上不就好了 對呀 給末晚下藥 讓他躺在你的床上 傅北韓看見了 就會更恨末晚的見人 還是鬼點得多呀 把我們的床照換成沐婉的 挑撥我哥離婚 慘了嗎 他就會被傅家趕走 即使是他變成了蘇家嫌棄 不是你這時候 你去找沐婉 就說要幫他對傅北韓 把他約出來給他下藥 到時候我把傅北韓引過來 讓他親眼看到沐婉那個賤人 躺在你的床上 我拿下傅北韓 你搞定沐婉 這樣傅家和蘇家就都在我們手裡 你們聽說了嗎 書總是報酬 真正的書家千金是沐婉 不幹活幹什麼呢 我有說過讓你來上班呢 你的親生父親在網上發聲明跟我合結 以後他會跟你好好說 以後他有監督 以後啊 你可要照顧你的生父 我手中正起 你別得意 只要你在蝶羽一天 就不乖乖聽我的 你也以為蝶羽是你一個人的 我的花神系列廣受好評 你動不了我在蝶羽的位置 差點忘了 還有花神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敬 為下承認是你害死了我兒子 給他賠罪 何以不計較你抄襲花神的事 說我抄襲 還想讓我下跪 你白人夢做多了吧 真以為這樣蘇家就能呼呼喚 壞人 忘了我才是生活在蘇家整整二十六年 的人蘇子晴 這可是你自招死 不吧 你的死期到了才是 我們正好到一些蘇子晴見過的 人的事都是富裕者的辦 蘇子晴口口說說說說愛護 我心在這邊勾搭上他的記憶 看來這個富裕 知道很多蘇子晴的底細 那可要好 大早 好久不見 我和布偉涵已經離婚了 你就不想知道 是誰偽造了我們嗎 你想說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跟我哥水混 你是蘇家先生 我們可以一起聯手 你的意思 是富北韓偉造了他 除了他 誰還會做這麼缺德的事 你到底想說什麼 實話告訴你吧 我哥娶了你就後悔 畢竟你沒有什麼家事被子 不能幫助富士 而蘇子晴不已 他是蘇家現金 只要娶了他 就可以在蘇家人脈 幫富士更上一層了 可是我哥呢 他一向很自負 即使離婚了 他也不會說是他小朋友 所以就把這個黑鍋甩給他 你 說你出口 勾引人 沒猜錯的話 他現在還在外面說你勾三搭四嗎 他不要的東西 就算是火焰也不會留給別人 就算四人 把你握在手上 等你上勾了 就親手把你勾到 不要了 你 傅北翰 你還是想毀了我嗎 唯有我哥 偶像仲可的證據 我想看看他 上車吧 我一定會讓你滿意 不過 你為什麼會跟他在一起 關你軒事 丸姐姐怎么跟傅玉走了 他们俩会真在一起了吧 别胡说 北韩哥哥 你忘了丸姐姐之前和傅玉 还一起拍了床照 现在两个人不知道要去哪约会呢 正值在哪 别着急 我会让你看看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待会的睡上一觉 三个小时后 让傅北韩来四季酒店1102房间 北韩哥哥 我刚才给丸姐姐打电话 好像听见 他正在和傅玉在做那种事情 我们这样过来 不会害了他们两个人的好事吧 别胡说 我没胡说 北韩哥哥不信就自己进去看看嘛 我把你们在干什么 我 你就这么记不得什么 丸姐姐怎么能跟傅玉在一起呢 他可是北韩哥哥的亲弟弟 就算你们离婚了 你也不能做出这种荒唐事啊 哪只眼看到我和傅玉在一起 丸姐姐 人都躺在你的边上了 你还想狡辩 非要让北韩哥哥吸你的被子吗 我看你还想狡辩 怎么会这样 人呢 怎么你就这么读定我的被子里 而且 这个人还一定总是拨目 是你故意社群到引我来的 不是这样的北韩哥哥 你听我说 别着急 慢慢的 怎么回事 说清楚 对不起丸姐姐 是我误会了 哦 这样 可我不打算原谅 该死 富玉到底跑哪去了 必须要让富北韩看到 富玉在幕晚 班姐姐不介意我再看一下柜子吧 可惜啊 我这没有你想见你 你 你还想在胡说什么 别忘了我让我解释 你还想在哪里 老板 我不想看到你 老板 我我说了你滚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我赶紧再来看 富玉还走了 嗯 嗯 嗯 哥 富玉好像要对我动手 你一会派人跟着我们 盯紧亮 等会完戏了 我跟跑得收拾 嗯啊啊 谢谢谢谢 啊 嗯 哥 你现在隔壁看不懂 我以后处理完这的事就去找你 哎 说吧 苏子晴都让你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反正你听到你全部都说 住下去就给你放 我说还不行 我说什么 谁让你给我下药 你除了苏子晴 还能有谁 苏子晴害我流产的事 你知道多少 是吗 我把苏子晴的情况告诉你 你放我掉身路 可以 只要你能配合我 一起揭穿苏子晴 好 苏玉 你刚才为什么没有在沐碗的房间 这么多 这么多 废物 差点就能彻底毁了那个贱人 嗯 你来这里干什么 滚出去 花手系列大报 麦芙尼要给你发清工业 时间正在后面 招募大火 麦芙尼都没给你发清工业 而现在给我办了 看来麦芙尼选择了我而你 就等着被赶出爹语吧 你倒挺有远见 知道自己要被扫地出门了 被赶出去的人应该是你 布丸 我的名字叫苏布丸 下次可不要再叫错了 我们号听见 顾子晴 花神系列大报 祝贺司祖 感谢麦芙尼先生的支持 我会带领蝶鱼打造更多报告 顾总监来的正好 招募的热度下去了 你的新品设计什么时候交啊 很快你就会见到我的新品 我非常期待 木小姐 不如我们来个对赌协议 怎么赌 就赌木总监下季度的新品能不能报 如果不能 你就辞职走人 如果我做到了 你怎么办 我的位置让给你怎么样 现在就起床 也请麦特先生帮我们做个见证 乱想 这个对头行李太紫色了 招募系列已经报了 如果他再做一个报告 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能力再强 没有我的允许 原料和合作上他一个都拿不到 又能做出什么报告 到几时三个月 你就该滚出蝶羽哦 我可等不了三个月 今天 我就要让你从蝶羽 滑蛋 花神系列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按住我的银行 今天花神系列呢 将推出第二次 是我期待太高了吗 怎么觉得不如上次的经验 我明明是按照花神做的设计 这些人怎么是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麦芙尼不会提出 麦芙尼 我会全力脱脱花神速 怎么能做耳门耳 我也说了 前提是得保持相同的设计 苏总 这就钱驴记取 花神系列 还有后续作品 大家请看大伯母 对 这才是真正的花神 这可比第一次的花神还要好看 这个好看我也要你给我买 你以为什么时候做出产品 我买 我也要我也要 这个设计稿做哪个呢 你没经过我的允许 下转到花神的上 你这是抄袭 苏总 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委屈任何人做花神的系列 这不是抄袭市场 命令你立刻删掉设计稿 你没这个资格 你立刻删掉过锤链翅 这件事就够这个 发生什么事了 木婉抄袭我的花神 不让他删稿 他不听 怎么 你不是想让我道歉 我相信你 木婉抄袭的证据就在这了 你为什么还相信他 我只是让他删稿 离开叠语 没有让他去坐牢 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怎么 他使苏家签进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花神的设计稿 是你在苏家偷的 你真以为没人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花神系列是我的原本 真正抄袭的人 是你 苏 你 你要非说是我抄袭你的话 那就拿出证据 这才是真正的花神 更加的传神动人 这么一看 苏总你的花神的确是 你胡说 你能力不足 就是给你底稿也是浪费 我要杀了你 动他试试 你为什么还要护着那个贱人 给我放干净点 你曾经说 只要我的作品大报 你就滚出蝶语 既然花神是我的 那蝶语 也该是我 没错 花神的原作者 是沐小姐 现在花神大报 苏小姐 就应该退出蝶语 让魏 既然已经约定 那我宣布 苏子晴现任蝶语总经理 由沐婉担任总经理一职 北韩哥哥 我错了 你不要跟我走 万姐姐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 你不要把我赶出蝶语好吗 你已经是苏家千金了 什么都有了 可是我只有蝶语了 我在蝶语从来没有用苏家千金身份行使 是你摆不着死 这些都不是你盗窃抄袭的理由 我自杀绝吗 没错 今天 我还要送你 天呐这居然是苏小姐 苏小姐 这是什么 关掉 给我关掉 北韩哥哥 这些照片都不是真的 是他 一定是他诬陷我 你这个贱人 我不就是抄了你的设计吗 你怎么能逮到 盗派的这些照片诬陷我 我倒打一耙 你还会干什么 这些照片和之前沐婉的床照 几乎一模一样 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那就是沐婉 可能是沐婉把他的脸换成是我的小诬陷我 之前我没再试试看 现在我才发现这些照片上的女人的身体根本不是沐婉的 是你 造了床照 我没有 外外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你 你的道歉 我不接受 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相信你 北韩哥哥 我对你一心一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一心一也不耽误你爬别人的 真厉害 你少在这搅浑水了 搅浑水的人是你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送你来上艺 你 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来告诉你 你身边那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我还没说是谁呢 你怎么就这么起了 北韩哥哥 我一直跟你不对付 他说的话你千万不能相信 我不想看到你你出去 怎么 怕我追穿你 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啊 把我抖出来你又能好到哪去 别忘了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 所以啊 我才要踩着你丑路啊 这些照片都是真的 和我在一起的人就是所情 他把自己的脸换成木板的 然后再寄到父家 挑拨我哥离婚 跑趁机上位 做他的父 是你是没会诋毁我 他不过是实话实说 这样你就受不了了 是你伪造照片挑唆我离婚 北韩哥哥我没有 我说哥 你还真是够倒霉的 被苏子琴给盯上 要不然 你现在就是老过孩子热闹火 你说什么 闭嘴你给我闭嘴 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你也真是可怜啊 过得好好的被苏子琴给盯上 他伪造床照 把你推进茶几 再弄死你的孩子 让我哥相信这个孩子是我的 然后再弄了一份假离婚行 就抵制你们直接离婚 为了当上父太太 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闭嘴别胡说白闹 我有录音和来电机录 如果不是假话 我不得好死 是你害死我的孩子 还伪造了假的亲子舰顶 你说他是野种 伪寒哥哥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守住我的东西 我有什么错 这一巴掌 把你伪造亲子鉴定污蔑我偷情 这一巴掌 把你奖介苏家千金里 威逼韩雪儿他们给我下药 盗窃我的设计一次次陷害我 这是打你害死我的儿子 再是苏子晴也不再是蝶语的总经理 更多的人争着抢着把你踩在脚下 报了 你刚才说什么 动得动 今天谁敢替苏子晴求情 就是跟我作对 是苏子晴推婉婉婉婉 婉婉才会小产 他还倒打一耙说是婉婉推他陷害他 孩子的亲子舰顶也是假的 害得我的孩子变野种 我作证 都是苏子晴做的 婆婆你要相信我 推我那么相信你 还想着让北韩娶你见门 没想到你天然害死了我的大孙子 婆婆你放手 你还我孙子 婆婆你放手 打死你 娃娃 请你揍了一顿这贱人 你如果不解气 妈还打他 你需要 娃娃 妈知道 你和北韩的感情还有 报警 苏子晴和正组 交给警方 我是苏家晴姐 我看你们谁敢 我会把他们都抓起来 他们都忘了竟敢抓你妹妹 也不会吧 你说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不配信心 你已经被苏家除名了 我在苏家待了二十六年 我也是苏家的孩子 凭什么把我给除名 是你心术不振 不配做苏家的孩子 说到底 你只偏心自己的妹妹 错了 就算晚晚不是我的 我也不允许你这样的人 在海边 送他去警察局 这件事情苏家绝不姑息 我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说过会让你一无所有 弩完 我一定要杀了你 放手 放开他 会离我妹妹明天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来这里干什么 晚晚 以后我们还会再有孩子滚 我想在这里看到你滚 晚晚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把谁给我儿子机会 怎么样 我当初跪下求你放过我们的儿子 可你呢 是你亲手牙王他的骨灰你知道吗 我 附备汉 老师亲手叫我们的儿子错骨 杨慧他死后都不得爱你 你知道吗 你放开我 别拿你的销售后了 放开我 附备汉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啊 啊 啊 哇 以后你想année 我被害了 我不想再见你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你就是不要让我不能见你 唯一 你们家已经婚了 是 我 我想讓我討厭 就放開 派人家把垃圾送給你 我下午要你辦公室 這裡也是蘇總的辦公室 你不能動 那就是我 你口中的那個蘇總 現在興趣 當然 如果你有任何不見 歡迎不見 是你會坑蘇 誰跟誰 孫子晴 害死我孫子 活該做穿老底 還想當總經理 我呸 做夢吧 你們先出去 什麼 先去 等一下 進去 是 我 帶給我 給我 我 我就 我 supposed to be a daughter 配子 娃娃還生你的氣 原來就是我們錯了 他恨我不是一太 那他生氣得多長時間呢 早早跟你復婚 生了孩子不就行了 今天我去看他 他還給我甩臉子了 誰要你去找我 怎麼了 他就是太愛計較了 要不是看待他頂替蘇子晴 成為蘇家前進 你以為 我想讓你們復婚啊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你吃你吃飯吧 宋總 寫天飯吧 放哪兒便 一塊吃 工作拿我身體做業 你這話說得跟我媽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愛吃燒芹的 啊 是嗎 嗯 這菜你在哪買的 好吃 new 多吃點 誰送的花 沒事我我從家裡帶來的 您多看看花心情好 是嗎 蘇總 您的又送花又送飯的 我都沒得有場了 要不然您還是親自送的 我不想擰她心態 你幫我看著等她 叫她晚上吃飯 有事和我說 別讓她操心了 蘇總 您給蘇總做了那麼多 為什麼不讓她知道呢 蘇總 蘇總 您您怎麼來了 打擾你們 蘇總 其實副總他 我還要跟你說多少次 我考驗你 你不想進去 你聽不懂人話嗎 我不會出現在你面前 求人我在看不到的地方照顧你 收起你家先生的房間 我不需要 我真是擔心你的身體 蘇總是覺得 書籍絕對不起 送的東西 我就得感恩帶走 所有往事都可以理解 你不是關心我 你只是個房間 在給你錯過 然後要 所以打工心我的情 做一些如何後悔的事 好啊 你要彌補你兒子別遲上我 我想看到 蘇總 已經晚上十點了 你也不能這麼遲弄自己的身體 你先回去吧 等下回去就走 手機也沒電了 誰 好 好 給我 不是 你進來的 就不停電了 我還請你爸 知道你不想見我 等聽來了我就走 好嗎 我太太昏倒了 快救人 給我來 醫生 我太太為什麼會昏倒 不是前不久跟小陳 應該是小陳過世了 再加上這個情緒激動 落下了病根 平時倒沒什麼 到這個生理期 就會痛痛難忍 你去開點藥 記得按十六就行 你要感動我的孩子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我還給你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原來你的這些痛苦 全是由我造成的 保安 你醒了 我沒事 你出去 醫生說了 因為你消產之後得了月子病 才會導致每個月親切 疼痛加劇 我說了和你沒關係 你喝的話就 我說了和你沒關係 我再說一次 快出去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現在說這些有用 你出去 我看到你就想起來我的孩子 我以後再也不會做傷害你的事情 再給我一次機會 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了 傅北韓 憑什麼你讓我相信我就要相信 你從來都沒有考慮過我 你只想著你自己 我沒有 我不是 最後再說一次 我不想見到你 你一定要這樣 你如果真的對這段感情感到愧疚 那就放過我 你自己一個人下去總是這次 你明天還要開會呢 你快點去休息吧 你自己一個人下去總就行 你自己一個人下去總就行 你明天還要開會呢 你快點去休息吧 小子你可不要闹你妈妈啊 他又听不懂 反正我警告他 等他出来 肯定好能收拾他 我被看了 是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 天呐我怎么原谅你 不是 麻烦你给里面的病人冲杯红糖水 就说是医院准备的 万万如果我的离开对你始终解脱 让我成全你 苏总花神系列新品已经上市就被抢售预攻 现在还有十几万人等 花神系列剩下的十八幅设计分为六座 分批词在网上发布进行预购抢售 保持花神的热度 这样一来 顾客对于蝶语的关注度就很拉致 或许新品很长 我们也能得到一波免费的宣传 没错 我们的新品陆续也会上线 另外 贵宾定制这一块 你也一定要把控住 放心吧 苏总 我们一定会跟你一起打造好蝶语这个品牌 花神系列的爆火离不堪您的支持 有我在 蝶语会越来越好 王姐姐 好久不见啊 想我 我可是每天都很想你呢 想什么生死 现在终于露到我手里了 为了见你 我可是费劲了心思 你偷跑出来的 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你说 心从哪下 你会让你觉得最痛 你就算杀了我 改变不了你失败的结局 现在你人在我手里生死 都由我来放纵了还敢挑衅我 你就这点本事 不是下药就是你 你敢正面跟我教练 你不敢 只会抄袭盗窃我的设计稿 你现在哪把方式 你们自己是胜利者 这扯头扯尾的失败者 闭嘴你给我闭嘴 这里没你事了 一边呆着等我处理完他 你要多少钱 你出的架比他多 我就救你 是人吗 你就死在这吧 好啊 扔你 为父辈汉打电话 让他过来找你 我倒要看看 他会给你拿命 不玩 不是说以后都不联系了吗 你以后不要再打我来了 哈哈哈 你不过也是一个孤家寡人 没有人爱 你以为没了我 后果还就会回到你身边 还连见你一个人都不愿意 现在终于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你说我先从哪下手 才会让你觉得最痛苦 杀了我 你也一样逃不掉 无所谓 只要能把你拉下地狱给我垫背就行 这就送你下地狱 这就送你下地狱 好啊 没事吧 我来晚了 你不是不想见不满这个贱人吗 你怎么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 我只是为了讲解他的戒备 对不起 还是来晚了 明明我和你才是青梅竹马 你凭什么抛下我和别人结婚 我只是太爱你了 我有什么错 你的爱还会挑选解释 苏家遇到危机 你出国留学和富北很一刀两刀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苏家千金 又怕被苏家抛弃 回来巴结富北 他勾搭着富裕 为了得到最大利益 脚踩两只手 这么虚伪不觉得恶心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 当初不过也是因为钱 才嫁到了富家 现在你成为了苏家千金 但是看不上家境 还不如你的男人 说我虚伪 你也好不到哪去 一个人都说了 我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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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贝涵 富贝涵你是不是傻 你为什么要冲回来 我给你打救护车 打救护车 我没事 你坚持住富贝涵你坚持住 我没力气给你擦眼淚 不是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吧 你还没有弥补我呢 没有我的允许你跟我好好活着 你不许走 为什么 为什么你宁愿自己受伤也只有那个贱人 你对我做爱都没有这么上习过 我 我 你也配叫我 要不是你个小贱人挑拨离间 我们家现在肯定和和美美的 你还杀害了我的儿子 你等着把牢地坐穿吧 是你嫌偏爱抚看不起木板 跟我什么事放肆 你还敢顶嘴我打死你 富贝涵死了 那我要再拉一个健背吧 啊 富贝涵 富贝涵 富贝涵你醒醒 沐小姐他还是不敢配合吗 辛苦了 你 你既然关心我 为什么不进去 放手 是不是牵扯到伤口了 你的伤还没好下床溜辣什么 快点回去躺着 富贝涵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你能不能再练一下他们的女性在这里 他也不会安息的 妈妈别走 富贝涵 糟蹋自己的身体是很幼稚的行为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我眼见于日子 我帮你叫了一声 你好好照顾自己 再见 你松手你的伤口 我不松开 我松开你就走了 富贝涵 好 我不走心了吧 你忘了 以前是我从头的态度 不想再失去你了 重新来过 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去照顾你 你不后悔 我只想在你危险的时候 又站在你面前 起来也是给彼此 再一次的机会 好 好 你就让我去公司吧 迪宇的新品发布会很重要的 苏慕啊 你下个周就预产期了 这个时候还想着工作 给我上楼休息去 结婚前你说好的什么都听我的 这才一年你就什么都变了 好了好了我错了 刚刚不该大声跟你说话 那我可以去公司了 还是不行 我替你去行了吧小祖宗 那这样公司有什么事 你一定都告诉我 知道了 那我去了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先去公司 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去公司 走去医院 我来 我老婆怎么样了 恭喜姆先生母子平安 老婆 你辛苦了 以后我会加倍对你老孩子好 不让你们受一点委屈 我来 伤口还给你老婆 伤口还给你老婆 是我自己的爸 你别动 这伤口还没长好 生不再好 不然 把孩子交给保姆带 你就好好休息 真的你是不累 这伤口需要养了 其他事情都放你了 他都哭了 我 我 以后对你妈好点 不然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 你能跟她正经点 正经点还能有她 老婆 谢谢你没放开我的手 傅先生 余生请多指教 你能跟她正经点 你能跟她正经点